董事長 對著鏡頭優雅回首 藝人賈永傑 才剛上任 一零一董事長 不到兩週收到恐嚇信 對此賈永傑發文 表示上個星期五下午五點 收到信件 字字句句 威脅生命安全 第一時間報警處理 冷靜低調面對 更反擊 上任後面對各種批評 他都虛心接受 但對於不法之徒 絕不寬容 在今天是正式上任 然後也是新生報道 賈永傑上任 有支持也有質疑 根據臺灣民運基金會 公布的最新民調 賈永傑出任一零一董事長 百分之十一非常支持 百分之三三點一算支持 百分之十六點五不太支持 百分之八點三 一點都不支持 算是受社會歡迎的人士安排 不錯 形象很好 因為對我來講 就是他就是還蠻會 蠻會社交的 對 因為他就是社交民怨 對 然後之前就是在疫情的期間 他也做了蠻多愛心 我覺得他應該會有利於 就是幫助臺灣能夠越來越國際化 我覺得應該沒問題的 醫生都可以選市長了 應該沒問題啦 試試看啦 我很多東西都嘗試看看嘛 面對威脅不敢大意 警方加強周邊巡邏 調查後更發現 兇手的姓名電話全是假的 只知道IP位置在境外 目前已調閱資料 要找出幕後藏禁人 台北101加強內部安管 提高異常巡查 增加保全人力 配合幾方爭奔 針對危害秩序的不法行為 追究到底 三綠新聞李威宇 我來台北 采訪報導 我來台北